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还有很多中国品牌站起来对不对 那我租它主要是因为就这台车真的太好玩了你知道吗 你看这个造型就像不像那个多脸爱梦肚子里面拿出一个小玩具一样 它这个前脸这两个大灯像不像一个小孩就带着一个卡哇伊的护目镜 这个大灯不便宜 全LED的 据说碎了一个要5000块钱换一个就很离谱 上面这个发动机盖呢它是一个棒式的发动机设计 它是源于这个一代维特拉的设计就是那个特别可爱的三门维他奶 路虎懒胜的同款有没有这个车特别特别小它的横向的宽度呢小于了1米7 车身长度3米7左右 据说这个车比这个新一代的飞度还要窄那么一点点小那么一点点 而且它这个轮子特别特别的隔175 60 R16的尺寸 就比宝马I3还少见就这小破轮胎你换一个要950块钱 那上面这个窗户这个造型你很熟悉吧 是个特别像那个雨燕 然后C柱呢这里就有个很经典的设计三道杠 也就是说这台车是一个阿迪达斯的合作联名款 因为这个三道杠啊据说是致敬了陵木早期的一款跑车叫Front Coupe 前面挺好看的 但是这个车屁股吧 就太丑了 感觉跟前脸不是一个人设计的 特别像被人追尾了凹进去一样 而且呢它还有两个特别大的特点 如果这个世界颠倒重来 不再以马力数多为王 以马力小为王 那它就是市场的佼佼者 因为这个1.2的自然气小发动机啊 4缸了只有91马力 你在现在市场上都很难找到100马力以下的纯燃油车了 然后它的整备质量呢 只有880公斤 就是比那个红光秘密尼为止多了100公斤左右 有一个好处啊 就是如果啊 你出门 哎 这车熄火了 你可以这样 推着走 这叫什么呢 开了 下面完全 这领木的英格尼斯啊 2017年全进口过来一批 没多少台 但你知道售价多少吗 就这小独子当年要价12万9 哦 贵啊 然后这大哥呢 特别喜欢这台车 2019年花了9万块钱 收了一台二手车 然后现在跑了5万4千多公里 所以这车里面呢 到处都是这个大哥的痕迹啊 A柱坏了 这有一些这个不知名的痕迹 还有这些很诡异的符号 这3637 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还有一个大哥原味的小狗屁股垫 你感受一下 好好拍 这为什么有个摄像头啊 这是监控我的还是监控乘客的 这大哥应该跑过网约车 这么勤俭持家吗 打网约车如果能打到一台英格尼斯 那应该比中台票的几率还小呢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车里面还挺大的 因为外面看着小的你看 里面特别宽敞 你可以在车里面很轻松的 让这个车摇摆起来 在这个停车场里面跳舞啊 蹲起来 只不过配置呢 就这个比较寒酸了 那作为一台进口车啊 我能看到最豪华的配置 定速巡航 自动空调 然后这个区域呢 就设计的一个像副厂件 像个低音炮一样 这是大哥自己改的一个副厂的屏幕 因为这台车当年进口的时候 就这地儿就是一黑板 真的非常非常的寒散 整体来说那是我觉得还是挺新的 真的跟吉姆尼啊 北斗星啊 就完全不是一个时代了 但说实在的也挺简陋的 好我们启动一下 这个点火还是很顺畅的 这为什么自动播放萨克斯回家呀 确实在缅怀 已经告别中国市场回老家的领悟吗 我看还有什么其他哥 还有个光辉岁月 大哥平常开车就听这两首歌 走吧 我们把这台车开起来去耍一耍 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个封闭的断头路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那大家都说这个马力速度越大加速越快嘛 那车轻对它的作用到底有多明显呢 这台车91马力的发动机 但是车重只有880公斤 我们看它的百公里加速 到底跟什么车是差不多的水平啊 现在这个挂到D挡 然后S OK跌一下转速 走 哇起步很稳啊 ESP介入了1.40 60 发动机是5500转 80 再走加油加油加油 100 哇塞 它这个高转速 我看呀 10.28秒 这么小的车 跟雷克萨斯ES200的加速水平差不多 而且它这个发动机真的很好玩啊 就是一直在保持一个5500转的转速 甚至有点到红线了 然后高抗的那个转速带动了这个CVT去向前跑 但是这台车我觉得100公里以内就说实在的还算是够用 但是如果你上到110120的话呢 那这台车还是挺无力的 那尤其它的这个噪音 刚才我加速的时候真的 我觉得手脚的跟着发麻 上了高速以后 我跟摄像老师这个聊天基本上就靠吼了 反正总的来说 这台车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五六万车的水平 那之所以卖这个十二万九 主要原因还是它是一个很精致的SUZUKE 它是一个进口车 换到今天的市场上 除了情怀真的没啥比较满这个 走吧我们换一个场地玩一下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条土路 就陵木官方管英格尼斯这个车叫小型SUV 因为它的离地间隙有180毫米 然后这台车呢 又跟新一代的苏伊特 Swift是同平台的 那苏伊特又是个拉力王者对不对 那我们这台车那就是加高版的苏伊特 那就更适合跑拉力了 我们现在轻轻的玩一下事情 挂到L挡 按一下S 好松手刹 好弹射起步走 好滑呀 好这个弯 手刹 好在这个弯 真的能飘起来 但是它这个后悬架 扭力量的真的很颠 但是乐趣跟别的车是不一样的 因为如果开着坦克300在这条路上的话 就太从容了 但是这种小的两箱车 你能开出那种拉力的感觉 哦 起点速度 哇 哇 有点害怕 呼 它这个动力啊 虽然说不那么强 但是它这个CVT变速箱 在你拉L挡的时候 可以拉高一个转速 所以说你可以享受这种高转速的乐趣 哇 还是很颠 好挑一桌 哇 太好玩了 那我今天实在不想开坑了 毕竟是租的车 万一给人弄坏了 也不好 这个轮胎有点贵主要是 爽一下得了 爽一下得了 我们现在这个爽也爽完了 玩也玩完了 该给大哥哥还车进了 这300块钱说实在的 花的有点快啊 回去路上听一下这个大哥原味的哥 我给大家讲讲这个大哥的故事 就是这个大哥 他除了这台英格尼斯以外 他还有两台特别整的北斗星 一台更稀有的车 就是德国的北斗星 叫欧宝的欧杰利 大哥非常非常喜欢李牧的车 我就问这位大哥 我说你为什么会花这个9万块钱 买一台这个对吧 这么小众的车呀 然后他就说 他说我第一次开上英格尼斯的时候 我就想起了很多过去的事 想起了我年轻的时候 开着北斗星 对吧去创业的那个经历 确实是这样 我今天第一次开这个车的时候 我也有那种当时 我开我的吉姆尼的感觉 一台车抛开这台车 产品功能性的本身 它能给你找到一些 心灵上的共通点 或者说换起一些回忆 这种东西它不就是叫情怀吗 我觉得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 灵木作为小车之王 曾经在中国也有过他的光辉岁月 红遍这个大江南北 但是后来呢 灵木也因为小车之王 告别了我们的中国市场 因为我们中国人已经从这个最基本的代步车需求 开始向更舒适更大的需求方向去转变了 而灵木呢 它并没有做改变 它还是做自己这个小车之王的这条路线 那只能草草收场 然后开始转向更加适合它发展的印度市场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灵木汽车退出了中国 但是我觉得灵木汽车这三十多年来给我们带来的那些记忆或者说故事还在 也是组成我们中国汽车文化的一部分 不能缺少这个部分 比如说咱们中国人的第一台家用车之一 灵木奥铺 从现在的眼光看上去 那台车真的太小了 但是当年它也能够承载全家人的欢声效语 北斗星又小又能装 现在都是露营利器 吉姆尼 世界上最小的硬派越野车 就简直是一个快乐制造机 二车的保值率现在都是奇高 还有网红打卡 重庆出租车 黄色 法拉利 灵木喜悦 这些都是灵木所给带来我们的记忆和快乐 其实我特别希望中国大街上这些逐年见少的灵木车能够走的更远 走的时间更长 也希望那些灵木车主能更加爱惜手里的这台灵木车 可能十多年以后吧 我们的孩子们也长大了 那时候可能满大街都是这种续航一千多公里的电动车 那孩子一会问你说 爸爸你这第一台车是什么呀 我就跟孩子说 我的第一台车是灵木吉姆尼啊 那什么是灵木呢 如果那个时候我还能够找到一台很好的灵木车 就给他讲 这就是灵木 然后给他讲是我们这代人80后90后跟灵木品牌的故事 那该多欣慰啊